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把鱼处理一下 去掉鱼的牙齿 这个地方比较轻哈 片掉鱼排 鱼排改刀 把鱼肉片成厚厚的薄片 薄后一定要均匀 先腌制一下鱼 盐巴 葱姜 料酒 胡椒粉 搅拌均匀 抓到鱼皮黏手 放入红色淀粉 继续搅拌 腌制20分钟 准备料头 葱姜蒜 切成颗颗 大葱切短缺缺 切成火火 切点小米椒 增加点烂肚 垫底配菜 我们准备点油买菜 放两根蒜苗 增加香味 切点葱花 最后放 准备二粮洗锅的干海椒 剪圈圈 青红花椒 剪一把 等一会儿和干海椒淋油用 二哥两天喝 料得很干 烧油 把配菜炒到生 放点盐巴 老厨垫底 再烧油 卤菜油温下豆瓣 炒熟红油下炒料 放点海鸡面 上色真香提味 料酒 生抽 加入适量的清水 放315克白糖 提鲜 水开下入鱼头鱼骨头 鱼骨煮半分钟后撈出来备用 转下火下鱼片 鱼片下锅先不要搅动 鱼面粉汤 鱼片下锅30秒捞出来 加入鱼汤 这个吃的鱼片只有7层酥 再烧油 这个油量要大哈 煮成油温放入青红花椒干海椒 这就是沸腾鱼 这就是沸腾鱼现在还在沸腾 利用这个鱼温把鱼片烫出 放到葱花 把那开胃的沸腾鱼片就做好了 点赞就拜托各位了 开饭 来往开起 这就可以干 看花不花了就弯了 哈哈哈 哎呀 这也有花又嫩 嗯 这油炸的都尝尝了什么 这我还在载锅更加香点啊 嗯 载锅后更能够激发出这个味道哈 平时都是用油来拎的 温度达不到哈 哦 你尝尝啊 海色经过高温以后再激发出这个香味 我尝尝 那海鸡的酥 来到鱼胚 葱花 嗯 嗯 询 说 吃 一会儿 鱼块儿 鱼块儿 吱嘴鱼块儿 鱼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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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块儿造 我看还有金针鱼块儿的鱼块儿 宋阳 嗯 鱼头都没人家小面 嗯 全面跟鱼头些 哈喽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朋友,喜欢我的朋友才喜欢观众我们 我撒米,我们两个人,掰了个掰